为了维护居民的居住安全 先议员张怀文、蔡一静 共同会刊 首封地区六个地点 将建制道路监控系统 以维护治安以及居民的居住安全 首封地区幅员辽阔 在地广人西的居住环境 道路监视系统的建立就相行重要 为了维护乡亲居住安全上的顾虑 当地派出所向先议员张怀文、蔡一静 提出了建议 希望在六处地点建制道路监视系统 以维护居民的安全 设备业余导旧 未能发挥当初所建制的效果 所以向辖区张怀文议员 及蔡一静议员反映 获得议员的支持任何与协助 将寄住经费以以态换更新 以防治交通事故的发生 及治安维护的提升 在议员的博助款之下 一旦建制完成道路的监视系统 就可以嚇阻犯罪的发生 还能够提高相关犯罪事件的破案率 可以说是一举速得的建议案 那在整个整体的建制上面呢 也可以互相的搭配 然后呢让族人呢 有遇到什么样子状况的时候呢 都可以很快速的有拿到影像 那这其实是我们最期待的 我们寿风箱有一些重要的路口啦 那有些需要老旧 需要太旧换新 那需要增设的部分 总共有六个地方 那乡亲的需求 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来帮他们完成 在我们监视器完成之后 能够形成一个互联网 由于建制费用相当高 当地居民以及警方 都相当感谢议员的协助 而监控设施 已经成为了治安优劣的重要依据 为打造一个无恐惧感的生活空间 治安的防护在另外道路 以及主要路口设置监控系统 重要性不言而喻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导